我今年的62岁 我儿子一三年出了一场车祸 造成了脑部损伤 直无人状态 我床十年了 我和儿子他父亲在2021年去世了 我自己称着这个家 照顾儿子 为了给孩子治病 现在还有负债五十万 我一直没放弃孩子治疗 吃饭都得依靠尾管上的送饭 我一天天天24小时守在儿子的给钱 这十年都是依靠我自己照顾 两个小时给他饭一次 鸟喽辣喽 我得赶紧的给他替换 洗 十年我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原来才出院的那是 那时候 一点一动不动 就是个植物人 现在这个他也知道消了 也有点意识 不求去他很好了 能自己能自理了 我就放心了 非常希望有一天 孩子能喊一声妈妈 盼望着很容易 有一天出奇迹 我盼望着很容易用一天出奇迹 我盼望着很容易用一天出奇迹